港古大師梁錦輝,全新演繹,說樂全傳 各位,上次那位岳飛接到聖子,他不知道是假的,帶著馬桶張寶王橫急匆匆,在前線趕回京城 一到城門口,剛巧遇到丞相張邦昌,張邦昌好熱心地說要帶他見皇上,岳飛不知頭不知路,於是就跟他走到五馬桶, 張寶王橫就在五門外面看馬,樂非跟著張邦昌一路入到皇宮,去到分工樓前 張邦昌說,你在後子,我去奏明聖上,交大了幾句就走開了 樂非滿身容裝,腰掛站勞保劍,在分工樓前左等右等,後來見到一寸寸功登出現 不過看牌搶,就不像是張邦昌,像是皇上尼波 於是樂非就急急在黑影中迎了過去,口到叫 微臣,樂非接駕 剛剛想跪下,聽見太監就大聲叫 有刺客啊!有刺客啊!刺王殺駕! 嘻呀!這樣還得了? 跟班那些太監、御林軍含含含衝過來就捉起了樂非 各位,天都嚇壞了,高中皇帝來分工樓做什麽? 為什麽又會當樂非是刺客那麽捉? 原來所有事都是個壞人張邦昌一手策劃的 自從張邦昌的契女何香入宮之後 高中日夜和他以殯私磨,沉寬作樂,不理朝政 那個何香心靈嘴巧,琴其書畫無一筆精 詩詞歌婦開口就來,高中對他寵愛非常 何香說什麽,高中就白衣白純 張邦昌暗中通訊給何香,定計來害樂非 當樂非在黃河岸接到賈勝子回京城的時候 張邦昌的人已經嚴徒監視著他 後著他就發到京城的時候 張邦昌就在城門口等著,故意不讓樂非在京城其他官員府中停留 將他就直接握入皇宮 武皇帝的選調,大寶劍師自入皇宮 就有次王殺家的罪了 故此張邦昌就握了樂非入皇宮 自己靜悄悄走了,派太監送信去西宮 西宮的太監很多都是何香和張邦昌的心腹 何香一接到信,就什麽都明白 趕快就阿茂做餅,沒有那樣就做那樣 帶皇帝去分宮樓,特地等他在那裏撞見樂非 今晚,何香在宮中準備了夜宴,請皇帝喝酒 又找到宮俄彩女吹拉彈唱,陪職坐慶 那個何香就扮到鬼火那麽靚 故意在高中面前仰來仰去 搞到高中暈了大浪,任他灌酒 後來喝到陀陀令,舌頭都打烈了,才說 愛妃,孤飲夠了,睡了,何香的靈雅頭說 嗯,萬歲,自從小妃進宮侍奉萬歲這麽久 天天都在西宮下院,幾悶了 嗯,人人都說,皇宮內院修建的樓台電閣,都是雕梁畫洞 嗯,今晚月光如水,風輕夜靜 萬歲,帶小妃看看宮樓,好嗎? 高聰完全被何香電魂,還哪會托手爭? 好,孤,就陪美女去看下,擺架 兩人上了車鏈,鏈呢? 就是皇室的人坐的車或繳 再說高中和何香上車鏈 太監公和彩女,就拿著公燈、執事牌 開爐的開爐,筋尾的筋尾一大抽 高中就問何香? 嘻,外妃,你想看哪座公樓? 嗯,我想由分公樓開始看 順著一座座地看下去 好吧,那就去分公樓 車鏈到了分公樓,被岳飛看見了 他心想,帳幫昌權勢果然很大 既然皇帝已經安歇了,居然被他請出禮 岳飛還以為是皇上來見他 故此上前見家,當場被人當刺客捉住 所有事都是張幫昌,早就安排定了 再說高中皇帝聽見有刺客 當場被嚇到面白如指,震到整身西匡 再都沒有心情賠美人 起家回宮? 回到西宮,他才問 刺客是甚麼人? 太監就說 是鎮守皇河岸的傅元帥,岳飛岳鵬舉 岳飛?岳飛為甚麼行賜? 何香插嘴說 萬世,你有所不知了 哼,岳飛似著自己退金兵有功 已經目中無人,飛揚不虎 之前照他進京,他就抗子不遵 不肯會草 今晚無止意,他又無辜潛入京城 夜入皇宮內院,賜王殺家 那實是傳有反心,想謀奪宋失江山 萬世,這樣的人不能留 立即殺了他,免留後患 高中現在的酒氣還未曾過 被人瞄起把火,當然會生氣 岳飛? 他雖然在僵場立功 不過沽對他也不薄 家官晉級,豐為富帥 現在居然施自進攻,刺殺菇王 哼,押他入牢 明天菇要親自審問 何香知道遲了就不輕易殺到岳飛 故事加多以前欲謹地說 哎呀,萬歲 岳飛武藝高強 漁黨又多,又有兵權 如果明天有人送信給他的師兄知道 他們一定會造反 所以,最好是立即處死 哎呀,拿膽了 何香一味點紅點綠 本來高中就喝多幾杯,迷迷懵懵懵的了 比何香這樣了,還加懵到上心口 馬上就傳指說 綁岳飛,出五門外邊,立即問站 說完,就由太監附住去養聖殿睡覺 何香開心得真 計謀成功 趕快派人告訴乾爺張幫昌 再說,岳飛被綁在五門外邊 四圍站滿了御林軍,保護法場 潔子手近來,撥在岳飛頭殼頂帽 打散他的頭髮,讓他全摸下來遮住臉 然後潔子手就手提鬼頭大刀,站在岳飛的面前 只要監斬官一聲令下,馬上開刀問斬 這時岳飛被綁在行刑那條柱裡 越想越不抵 自己出生入死,苦戰僵場 無死在兩軍陣前,反而死在朝內 臨死還要落得過賜王殺家半臣的罪名 真是啞仔食王年,有口難辨 只有張幫昌出來作證,自己才會洗清不白之冤 那張幫昌現在在哪裡呢? 不過他再想深層 以張幫昌的為人 就算他來了,也未必會救我岳飛 唉,想到這樣,岳飛心淡了 閉上眼想快點死算了 突然間,四周圍的御林軍是亂曬 從外邊淋淋聲衝了兩個人進來 他們埋到岳飛面前,拱聲跪低 老爺,為何會這樣呢? 岳飛睦大眼,見是自己的馬童張寶王橫 啊,你們來做什麼呀? 老爺,你和張承相入皇宮 我們兩個在五門外看守馬匹 一直等到現在 前頭聽說這裡要行刑,有人要開刀文斬 我們一打聽,才知道是要殺老爺你 老爺啊,你犯了什麼罪呀? 什麼罪? 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的 張寶就說了 豈有此理啊 你在兩軍陣前立下韓馬功勞 就算是武功勞也算有虎勞啊 為何會在京城被殺呢? 如果是這樣,還打什麼仗,做什麼官 不如造反算了 王橫就說了 沒錯,不如斬斷那些繩 我什麼老爺走? 好,張兄弟,你在前面開路 我們殺出京城 去黃河岸找牛昌軍 拉殺你人馬走 佔山為王,落草為寇 這樣還逍遙自在 要不要受你的冤屈氣啊? 怎知道岳飛挖了他們一眼 閉嘴,不准亂說話 我岳飛怒記娘親教導 要精忠報國 今日的事,是非不清 君叫神死,神不得不死 視為忠也 所以岳飛死而無怨 王橫一聽就忍不住哭了 岳元水,你無怨言 那我們算怎樣? 我一心投靠老爺 你死的話,我也不想做人的了 岳飛就說 我死了,你們回到黃河岸 告訴牛高地知道 你們千萬不要亂來 要留在軍中 平滅金兵 保護大宋江山 那張寶就遭我黃橫的 老爺啊 這樣吧 你就委屈多一會 我趕快去找李太師 叫他來救你 岳飛說 張寶,不要去了 來不及了 看怕李太師未來到 我人頭已經落地了 不要這樣 黃橫 你站在老爺身後 不要被他們殺 看緊 我現在馬上去找人 哦,去吧 張寶跟著又去找那個監斬官 大人 我倆是岳老爺的馬童 老爺被殺頭 我們都要買些貢品 製電發場 麻煩你遲些動刑 監斬官也很同情岳飛 如果不是岳飛打退金兵 南京城早就被金亞術啞了 現在調岳飛回京城殺頭 哎,真是龍眼無恩啊 故此張寶一求情 監斬官就立刻押頭答應了 對的,對的 岳飛是忠臣孝子 我都贊成你祭殿下 不過要快點回來 張寶說聲好地 拿起鐵軍 噔噔聲就跑走了 現在夜媽媽 巡野的官軍 見到一個黑穀或大隻佬 拿著鐵軍神神聲地走 以為要行兇 想來捉他 張寶哪裏理得這麼多 非地跑去李剛太師傅 他在太師傅做個家人 熟頭熟路 去到府門口一看 大門關著 門前那些沙燈半明半暗 裏頭的人都睡覺了 他就想了 叫醒那些人開門 再通傳給李大人知道 這樣滋滋著著 人都死了 怎麼算好呢 就是 強行撞開門快點 想到這樣 舉起大鐵軍 照著大門 啵 一棍 大門即時被他撞開了 張寶就跟著 等等聲跑進去 門房家人 全部被他嚇醒了 走出來看什麼事 都未曾看清楚 張寶一陣風 跑過了 他知道太師是在書房睡覺的 拱著書房門 裏頭關上的 張寶急到想都不想 一腳踩到門道 再看到門 嘩 嘩 嘩 連門尾門框 全部都倒在地上 李剛整個被扎醒 眼光光不知發生什麼事 張寶已經衝到到床口 立起蚊帳 另轉背 拿著太師的手臂 嘻 就揹起他 神神聲地走出屋 嚇到李剛的雲拍都不齊 誰啊 我 我是張寶 你不用怕 張 張 張 你幹什麼 快點放下我 不行 放下就死了 張寶的意思是 放下你 岳飛那頭就不得此 會被斬頭死了 他心急 說到一九九 聽到李剛更加烏噹噹 你幹什麼 你什麼老夫去哪裡 李大人 我給你快點救岳飛 啊 岳將軍幹什麼 他 他被綁在五門外面問斬 李剛一聽 頭鶴滾聲 幾乎嚇到暈 目前金兵入侵 岳飛是擎天白玉柱 架海紫金糧 他死了 大宋的江山就玩完了 張寶啊 你放下我 讓我穿戴整齊 不然就沒辦法見聖上 李大人 快點穿啊 李剛叫家人 拿衣服鞋子來 婦女頭一陣亡亂 李剛就穿戴好了 張寶說 李大人 等我背你去吧 我背你還發騎馬 快點走 他背起李剛 一條氣 衝到五門那裏 撞到那些羽林軍一摸一摸 一路埋到岳飛的面前 才放下李剛 那個王環已經看到頸都長了 急到整壓汗 原來張寶走了沒多久 何香太太監來 吹了三次要殺岳飛 每次都被王環硬攔住 再遲就吵架了 李剛一到 張寶就說 郭長官 李大人來了 我非擔高頭看看李剛 半夜三更 還有驚動李大人來醫島 李剛就說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我問你 你不搜王河案 入京城來做什麼 於是乎 岳飛就將為什麽進京 又怎麽撞見張幫昌 由張幫昌帶自己入王宮 接駕被捉的事 從頭到尾又說了一次 李剛聽完就說 哦 我明白了 那是張幫昌 騙你入王宮 故意害你 我問你 算你入京的那份聖旨 有沒有帶來 沒有 留在黃河案兵營 郭將軍 你不用難過 有我李剛一日 就不會放過奸賊張幫昌 李剛說完 對監斬官就說 要到下留人 本官去保本 監斬官聽見這兩句說話 就定當 當然不敢輕舉妄動 要聽保本的結果 李剛想著 張幫昌憲何鄉呢 認真賣布不大赤 全心不良 今天又要害岳飛 不行了 我要集齊文武百官 三口六面說清楚 辯明是非 想到這場 一戰就進一戰 他會打鼓擊中 中古齊名 整個京城凌凌亂 文武百官聽聞 急手急腳 穿好潮服,趕快來五門。 再說李剛打鼓擊中,請皇帝升殿。 他火紅火綠,急急走入皇宮。 張邦昌早知道消息,李剛要奏本補岳飛。 你李剛最辣鬥,不要惹,那就搞定你。 好陰濕,張邦昌,他派出心腹,擺一塊滾釘板在東華門的地上。 天黑燈暗,很難看清路。 李剛入金殿,一定要經過這道門。 果然李剛急衝衝撞門檻,踩滾釘板。 釘板中著三寸長釘,密密麻麻,全部釘尖向上。 李剛一腳踩中,痛啊,身不由己,就向前一撲。 唉,真可憐。 整個人就撲到一塊鐵釘板倒。 李剛又見不見一道皇帝呢? 總之後視如何? 車廷後,分解。 本小說聯播,反權所有。 李剛才 感谢观看